好,現在我們來看一些立體 這個右圖就是滴定實驗的圖 椎型瓶裡面裝這個 然後滴到分泰 我們講過指示器要放在底下 椎型瓶或蒸發米 然後呢,用鹽酸去中和 請問你敘述何者錯誤 誰是錯的 第一個 這個管子叫滴定管 我們教過你要記的 S對的 椎型瓶原來裝氫氧化鈉是鹼性 pH值是比7大 減性的pH值大概7 所以B是對的 酸減恰好中和的條件是 氫離子的末數等於氫氧根離子的末數 我再強調一次 是氫離子末數等於氫氧根離子末數 不是酸的末數等於 減的末數 如果考試出題目要計算等等之類要注意 一個酸會有幾個氫離子 一個減有幾個氫氧根 所以這邊 這題是一個氫氧化鈉解離出一個氫氧根 一個氫化氫解離出一個氫離子 所以大家都一樣 所以呢 氫離子的末數等於氫氧根離子的末數 就是 氫氧化鈉的末數等於 氫化氫的末數 好所以呢 我們算出末數 末氧濃度乘以溶液體積前面教過怎麼做計算 然後呢 所以也一樣 我們的氫化氫也是要這樣 就是我們的考試的計算題 兩個末數一樣 然後算出酸鹼中和 所以呢 算出來 答案C也是 對 因此 那氫氧化鈉 碰到氛氮減性 碰到氛氮 氛氮在鹼中 是紅色的 然後變色會變成無色 好所以呢 答案豬是錯的 所以我們答案選豬 好 這邊有一個前面的選項 是要做計算的 你要會去算 要會去算 氫離子末數等於氫氧跟離子末數 算出酸鹼剛好中和的條件 OK嗎 OK 那麼就換各位做一個例子 如右途 酸鹼中和實驗 請問你 哪一個敘述是對的 哪一個敘述是正確的 請問你 何者敘述正確 九號 九號 哪一個敘述是對的 你選B 請坐 指示機要放在底下的追擊 或蒸發名 所以你的敘述是錯的 酸鹼中和是一個放熱反應 所以溫度計的毒素會上升 所以B是錯的 減向C是錯的 我當晚要問你 當晚要問你 好 當晚再說 所以呢 這題是產生的叫做 氯化鈣 我說過了大部分的題目 很多題目 最後產生的是氯化鈣 但不是每一題都是氯化鈣 這一題 是氯化鈣 因為是鹽酸 HCl 加上氯氧化鈣 所以產生的是氯化鈣 所以 豬是對的 所以豬是對的 我們答案選豬 所以這題答案選豬 OK嗎 OK 我們接下來教授問你 剛才那個C選項 C選項 實際上氯化鈣跟氯氧化鈣的墨數比應該幾比幾 好 我們的 我們的 鹽酸濃度是 一大M 往下低不知道怎麼樣怎麼樣 然後呢要跟我的20毫升的氯氧化鈣 一大M完全架好中和 這時候你所放進去的鹽酸的墨 跟氯氧化鈣的墨數幾比幾 不需要問氫離子的墨跟氫氧根離子的墨幾比幾 因為如果酸減中和一定是 一樣 1比1 可是我剛跟你講過的你要注意一個酸會有幾個氫離子 一個減會有幾個氫氧根 請問你 要中和的時候這兩個墨數應該是幾比幾 應該是幾比幾 比如說3比1 或者是1比3 或者是多少 好 應該幾比幾 條件 氫離子墨有素等於氫氧根離子墨有素 誰給氫離子酸 氯化氫 誰給氫氧根 鹽氫氧化鈣 請注意 一個酸有幾個氫離子 一個鹽有幾個氫氧根 所以他應該是幾比幾 他應該幾比 算了 自由生 我假裝化不貴好 三五 三豬 幾比幾 氫化氫比氫氧化鈣莫數幾比幾 你還說老人才是一比一 請坐 剛剛跟你講過了 是氫離子比氫氧根一定一比一 如果他一比一我就不用問你了 那你不要問我 三檢綜合 條件叫做氫離子的墨有素等於氫氧根離子的墨有素 酸會提供氫離子 鹼會提供氫氧根 老師說請注意 一個酸有幾個氫離子 一個鹼有幾個氫氧根 一個鹽酸會解離出一個氫離子 可是一個氫氧化鈣會解離出兩個氫氧根 一個氫氧化鈣會解離出兩個氫氧根 現在是氫離子的墨等於氫氧根的墨 氫氧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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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氧� 剛才跟你提示過 酸鹼綜合的條件是 氫離子的末數等於氫氧根離子的末數 酸鹼離子 鹼鹼離子 鹼鹼離子 氫氧根 但是 你要注意 一個酸會有幾個氫離子 一個鹼會有幾個氫氧根 就是做法 OK嗎 OK